这样的供词 以你我的名义再报上去 岂不说内阁和司令建 如何恼弄 奏成皇上 生意是将胡宗宪揪出来问话 还是将你我揪出来问话 不要忘了 你和我背后都牵着欲望 海瑞第二次审案 审出的供词 让朝廷乱成了一国粥 司令建 内阁 给时任浙江巡抚的赵真吉 下达了命令 要求发回重审 张居正也在徐街的许可下 给赵真吉去了信 要求上城海瑞所省案卷 一举将严党扳倒 另一边 低调了24级的严松 也发起了反击 要求严世凡给胡宗宪通信 暗示其仰寇自重 总之 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 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 胡宗宪不倒 严党就不会倒 镜头来到浙江巡抚署 新任浙江暗查使谭伦 激动地向赵真吉 说胡宗宪在前线的抗窝大劫 赵真吉却并没有高兴的表情 只是淡淡地回应道 报级的奏书我也就匿好了 等你联名签署以后 明早就发 赵真吉为什么不高兴 原因在于斯里先和内阁的不满命令 更在于张居正发来的信 只是谭伦并不清楚这些 他只会认为赵真吉身为浙江一把手 在这次抗窝大劫中 虽然有着军需供应的功劳 却不便于为自己请功的苦恼 作为下属 要及时察觉领导的苦恼 要严领导不能严 行领导所不能行 谭伦会议马上给出表态 忠诚的后援之功 也不能埋没 这个书由我来写 我替你请功 只是谭伦给出这句话后 赵真吉也并没有高兴 依然平静地给出了回应 我这个功就不要提了 只要不见诵经师 就是万幸 自从海瑞审出的案卷上成朝廷 等于直接向吕方和严松亮了剑 吕方领导的斯里先 和严松领导的内阁 会给出何种反应 谭伦和赵真吉都非常清楚 现在赵真吉给出了 看宋经师的说法 谭伦自然能够猜到 这是朝廷的态度来了 谭伦接着问道 是不是清暗的事 朝廷说什么话了 内阁司里剑送来的吉地 都是责问清暗的 将亭记递给谭伦以后 赵真吉开始抱怨起来 其实都是意料中事 海瑞 沈正必唱和茂财的供词 把内阁和斯里剑全都搅了进去 内阁和斯里剑当然要把气都撒在我的头上 我算是把两大中书全给得罪了 这样也好 隔了职便再无暗读之劳神 回泰州 搞我的新学去 这份庭计已经到了两天 赵真吉心中虽然苦恼 但却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计划 那就是听从命令 重新审案 弄一份不牵扯斯里剑和内阁的供词 上城朝廷 只是 这件事并非赵真吉这个主审 一人说了算 即使他说了算 也必须争取谭伦这个会同办案的支持 所以 赵真吉才给出了这样两句话 其一 强调自己得罪了两个中书 让谭伦心生愧疚 毕竟谭伦也一直要求 将海瑞审出的供词上城朝廷 其二 强调自己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 以退为进 换取谭伦的同情 有了愧疚和同情 赵真吉再要求谭伦按照自己的计划 重新审案就容易多了 只是 谭伦并没有理会赵真吉的哭诉和抱怨 而是先生气了 真要问罪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巴贝里加吉的基地 是下给我们两个人的 两天都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你这时才拿给我看 这句话换成另外一种说法 更容易理解 你别给我来诉苦抱怨那一套 我想问你 你凭什么扣着朝廷的亭记不告诉我 看不起我 还是想瞒着我干点什么 同为清流党 同为豫王派系 肩负着导言大任 你赵真吉难道要变形 要改其意志 赵真吉还是一副冷漠的表情 给出了解释 两天前拿给你看了 你能给朝廷回话吗 就这份亭记而言 赵真吉和谭伦 当然不敢直接应顶 毕竟就算豫王 也无法和司理间内阁 两个中枢印钢 也就是说 即使这份亭记让谭伦看了 谭伦也会陷入两难 不知该如何应对 只是谭伦在意的并不是这个 而是赵真吉 为什么会自己扣着这份亭记 于是谭伦继续说道 能不能回话 该怎么回话是一回事 你别管我能不能回话 怎么回话 我就问你为啥不给我看 至关亲爱 我还是副审 海瑞和王永吉 也是亲定的陪审 总不成你一个人 在心里琢磨 是不是会 革职问罪 把我们撇在一边 把朝局也撇在一边 两天过去了 你到现在才拿出朝廷 急需回话的基地 到底算怎么回事 这句话有着明显的指责意思了 你拿着朝廷的亭记想对策 想着该如何挽回局面 却把我们这些盟友都扔了 朝局也不管了 导演的大业不管了 你这就是心生意心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赵真吉开始给出解释 还有一份兵部严令我火速供给胡不堂 抗窝军需的基地 是发给我浙江巡抚赵真吉一个人的 在我的案头也压了一天 这我就不给你看了 强调兵部亭记 是为了后面强调胡宗仙不能倒的铺垫 更是为了反驳谭伦的指责 不光朝廷的亭记没给你看 兵部的亭记我也没给你看 你能怎么着 还有一封张太岳的密信 暗称是奉了徐格老的任何写给我的 本也不该给你看 但是为了回你刚才的话 我也给你看看 张居正的这封信 才是赵真吉扣押朝廷亭记的真正原因 也是再次揭露清流党真实面目的 更是直接反击谭伦的有效工具 徐杰暂署内阁事务以后 等于被家境皇帝变相软禁于内阁 张居正缴近进入内阁以后 一再强调海瑞将二审案卷上成朝廷 就是导演的大好时机 并强迫徐杰给出了表态 给赵真吉去了信 要求赵真吉将二审案卷再次上成朝廷 上成家境皇帝 张居正的这封信 和劝说海瑞出山的那封信 异曲同工 东南一句冰山骁荣 亦去我大明二十年之乌云 只在我宫 署名千八海瑞所审供词举手之间 正和二宁之供词 但能上成皇上御览 则我宫之清明 必将供天日而同归 清流的嘴 骗人的鬼 更是吃饭的看家本事 仅从这两句话中 我们就能看到张居正的本事 先把你抬到一个高到不能再高的位置 让你下不来 如果你不听他的 你就愧对如此高的评价 清明不在 东南一句冰山骁荣 亦驱我大明二十年之乌云 张居正这是将赵真吉 当成了碗狂蓝鱼祭岛的唯一人 视为了大明王朝的生死决定者 当然 赵真吉也并非出入仕途的小屁孩 肯定不会将这些冠冕堂皇的吹捧当回事 斯里仙 内阁 同时给赵真吉发来停记 要求重审此案 但张居正却在徐切的认可下 以私人关系要求赵真吉 违抗两大中书的命令 赵真吉该如何选择 大明王朝就只有一个海瑞 近三百年的大明朝 也就只有一个海瑞 张居正能用一封信劝海瑞出身 但在海瑞顶着巨大压力 对抗整个朝廷的时候 张居正干什么去了 潜心研究自己的移动三军史 还是披着清流的外衣拼命敛财 现在张居正归缩在后 却高喊口号让赵真吉冲在前面 吹响导演的号角 帽子一顶顶扣过来 但真要出了事 该如何挽救赵真吉 却知此未提 我去你的清明 必将共天日而同辉 既然能够名垂青史 你张居正为何不主动站出来 当朝廷的亭记 和张居正的私人信件 同时到了赵真吉的手里 赵真吉能犹豫两天 就算对得起张居正了 换了别人 早就回信问候 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了 等到谭伦看完张居正的信 赵真吉继续说道 内阁和司礼剑 将海瑞所审的供词打了回来 叫我重审 张太岳 却叫我在原供词上 署名再报上去 换上是你 该怎么办 赵真吉的这句话 问到了关键点上 对啊 张居正给赵真吉写信 却不给关系更好的谭伦写信 这会让赵真吉怎么想 赵真吉肯定会在想 怎么 让我当前锋 当替翠羊 你张居正 却保护你的好友谭伦啊 更何况 张居正和赵真吉之间 还有着隐藏并不深的矛盾和对立 同为徐席的学生 张居正又曾担任过准格员 张居正能够正式入阁的机会 本就比赵真吉大 内阁的席位本就固定 张居正入了阁 赵真吉入阁的梦想 又该如何实现 所以对于张居正的这封信 赵真吉还可能会认为 是张居正的故意陷害 除此之外 原著小说中对于谭伦 此时的心理活动 也予以了说明 如此大忌 张居正竟然只给赵真吉 一人写信 谭伦立刻有一种被人 视若气吕的感觉 难道是豫王他们 不愿牵连自己 果真如此 赵真吉当然也不会 在此朝局不明之时 甘为前卒 他有些理解 赵真吉这时的心境了 现在来看 张居正的这封信 就只起到了一个作用 那就是挑拨了 赵真吉和谭伦的关系 让赵真吉和谭伦 同时心生嫌弃 严党尚未倒台 清流党已经内讧如此 可笑可耻啊 原来百无一用是书生 是来赞颂读书人的 他们最大的本事是挑事 坏事啊 赵真吉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谭伦却给出了一句这样的回应 我跟你共同署名就是 这句话的毛病在哪 谭伦 豫王府的战士 豫王的贴金小棉袄 就算司理间内阁打算整治谭伦 豫王也会保 就算保不住 豫王登基 也会再度启用之 更何况 谭伦被调往浙江 就来导演的 否则无法给豫王交代 更无法体现自己的价值 而赵真吉呢 朝廷里就只有一个靠山 那就是自己的老师 内阁赐府徐杰 就算徐杰拼尽全力保赵真吉 能对付得了吕方和严松 这两个大佬 更何况 徐杰还有这谨慎 小心到令人叹服的性格 他能不顾自己的仕途生命 去尽力保全赵真吉吗 靠山不同 结局不同 谭伦自然敢这样 站着说话不腰疼 来看赵真吉的回答 这个时候 这种时局 十年窝坏 一朝肃清 也就是这一两月之间 胡不堂正在前方 统帅数万部族 正与倭寇决战 我们却要在这个时候 将他已经审结的 毁地烟田掀了出来 还要牵涉到皇上 已经默认过的结案 这样的供词 以你我的名义再报上去 岂不说内阁和司令箭 如何恼怒 奏成皇上 圣意是 将胡宗宪揪出来问话 还是将你我揪出来问话 不要忘了 你和我背后 都牵着豫王 赵真吉自然不能挑明了说 两人背后靠山的不同 结局的不同 他只能用豫王可能面临的处境 来劝说谭伦 一句话 如果按照张居正的建议形式 胡宗宪就会倒 朝局就会乱 嘉靖就会震怒 豫王就势必会落得悲凉下场 可就算这样说 谭伦还是不愿意听从赵真吉的计划 只想着搬到阎党回京陵上 然后顺利进入豫王登基后的内阁 接着谭伦给出了三个理由 事情还是应当两看 毁敌烟田 毕竟是严世帆主事 追下去 胡宗宪最多也就是个失察之过 意思很明确 就是安慰赵真吉 别担心 毁敌烟田就算牵扯上胡宗宪 也只是失察之罪 倒不了 十年窝患要处 二十年严党乱政更甚于窝患 更何况就算搬倒了胡宗宪 破坏了东南抗窝大局 也总好过让严党继续保持朝政 孟清兄 张太岳的书信绝非是他一人之意 虽然书信里没有提到我 朝廷真要追查 我和你共担此责 你我再不牵扯他人就是 还是那句话 真要出了事 我和你一块担责一块领罚 一句话 谭伦就是要导言 管什么东南抗窝 管什么沿海百姓的死活 谭伦不愧是张居正的好友 为了扳倒严党 张居正就曾经给出过 牺牲浙江一省百姓的建议 现在谭伦的这句 严党乱政更甚于窝患 可谓与张居正的建议一曲同工啊 话不投机半句多 谭伦固执如此 赵真吉生气了 那就让你来当这个浙江巡抚 我跟着你署名同担此责 这句话的意思很容易理解 战着说话不腰疼 就算担责也有个主次之分 你不必承担主要责任 自然能如此大胆地说话 接着赵真吉不再劝说 而是拿出了浙江一把手的态度 给出了具体安排 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仇措军饷 还有今年朝廷需要的五十万匹丝绸 这两条办不到 不要说导言 徐格老他们在朝里只怕会先倒 先强调当务之急 抗国军需和国库亏空 是大前提 更是阻止导言的最有效理由 失去这个大前提 说什么都是扯淡 豫王没有信 徐格老没有信 单凭那张居正 这两页八行书 我不会置朝局不顾 跟内阁和司礼剑对之干 我并非心生异心 更不是背叛徐杰和豫王 单凭张居正的一封信 我不会听 更不会因为张居正的几句口号 就拿自己的仕途生命开玩笑 不用再说了 把清案人员立刻召集 宣读内阁和司礼剑集地 重审供词 我才是一把手 我说了算 好了 谈论没话了 只能妥协 只是问了一句再次审案的人选 由谁来重审 来看赵真吉的阴险回答 我不能牵扯进去 你也不能牵扯进去 当然 能由海瑞重审 就从这一句话 赵真吉和张居正就属于一路货色 整个清流党更属一路货色 只是天意明明 报应不爽 谁能想到赵真吉用以甩锅海瑞的决定 反倒让海瑞反杀 后来 这口赫赫有名的不沾锅 也到底折在了海瑞手里